- 国际功夫巨星成龙出席6月10日晚的纽约亚洲电影节 亚洲之星终身成就奖班奖典礼并与影迷见面 成龙出席领奖时感谢主办方的肯定及影迷多年对他的支持 在座谈会中 成龙与影迷分享了他从影数十年从未成名到基深国际影坛的种种 包括雇中的辛苦 制作成本的限制及成名后希望帮助更多的人等的 座谈会后 大会安排播放成龙最新电影《十二生效》 另外纽约亚洲电影节将在6月23日到27日举行成龙电影回顾站 为一年一度纽约亚洲电影节的香港电影周展开序幕 纽约网络电视 新闻台报道 新闻台报道